我們要怎麼照顧自己家的狗狗貓咪的健康 怎麼樣讓牠們的生活更快樂熊爸也講完了 那我應該就是一個毛媽自己的那個 毛媽的心路歷神 我今天講說應該是這樣吧 毛媽的那個親身經驗分享 先跟我們來聊一下拍這個微電影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看到那個影片裡面 哇那個狗狗幾乎就是你的另一半耶 牠身兼數值 但是那天我跟那隻狗狗黃金獵犬牠的真名叫做Louis 對牠叫做Louis 我跟牠是第一天見面 然後這一隻微電影是Louis的處女座 牠的第一隻廣告微電影的代表座 所以我跟你們說你們看那個影片很溫馨很感人很可愛對不對 拍攝那天真的不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是很真實要告訴大家的事情就是 我們自己有養狗狗養貓貓 我們知道生活上會有很多的大確幸小確幸 牠們可能無意做的一個舉動 對我們來說都是很溫馨可愛的 但是我希望告訴大家的事情是 不要只看到牠的溫馨可愛 牠的模樣 其實你真的投入你的人生去飼養一個毛孩子 不管是狗狗或者是貓貓 背後的責任會非常的大 包括監控牠的身體健康 包括牠的行為訓練跟管理 當然也包括一輩子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不能遺棄牠 你回家打開垃圾桶亂飛 東西沙發被吃掉 任何任何的事情 你都必須要好好的教育牠 然後照顧牠 對這個其實是影片背後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的 再這麼可愛的狗狗貓貓 牠們邪惡起來都非常的不得了 可是你必須要去接受這件事情 就很像貓咪嗎 對對對 三屋 三屋 三屋的家庭 未來可能會有屋桌 屋桌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比方說你在帶你的三個寶貝 在平常日常生活 會每一年你都怎麼樣的來照顧牠們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應該說基本我覺得 對於狗狗或者是貓咪 牠們每一年度的健康檢查 是我很在意很在意的事 因為就像熊爸說的 狗狗跟貓咪牠們的本能就是會忍耐 我有病痛的時候 我並不會敲敲你的門說 我牙齒痛帶我看醫生 我肚子哪裡怪怪的 不知道 所以你每天跟牠相處 觀察牠的情緒也好 每天觀察牠的排便也好 或者是每天摸摸牠揉牠 看有沒有碰到哪裡 牠會不舒服會閃躲 任何摸到怪東西 我寧願你大驚小怪 我也不要你就是大事化小 對就是趕快覺得有不正確的 哪裡有異狀的 牠今天明明很愛吃 可是東西竟然沒有吃完 平常上廁所上三次 今天竟然只有上一次 而且只有一點點 任何任何 這個都是需要主人 本身自己自發性的去發現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 就是盡量的騷擾牠們 所以這是每天監控的東西 然後我的話 年度會做一到兩次的血液健康檢查 因為我會 我是為牠們吃 先食 自己做菜給牠們吃 所以我覺得主人不要假的 除了你做好功課之外 做好血檢 然後跟醫師保持良好的互動跟關係 千萬不要因為你自己覺得 我是大廚 我做東西給牠們吃 結果其實反而害牠們長期 時間下來最後營養不良 這個都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像是 我們定期的疫苗施打啊 跟那個就是每個月的驅蟲 這不是很基本的事嗎 還有人不知道這件事嗎 就是疫苗施打跟驅蟲 真的真的非常的必要 尤其是你看這種天氣 不只是你都是要定期的驅蟲 你每天出去散步回來 就是翻遍牠的蠢神 看有沒有任何一個漏掉的小蟲 跳到牠的身上 就把牠殲滅 這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因為台灣一樣熱帶的氣候 一下熱一下悶一下濕 狗狗的毛是很密的 貓咪的毛是很密的 那也像剛才我爸講 牠們不會自己哀痛 哀哪裡不舒服 所以在這個時候 真的疫苗就很重要 那時候還沒有7月 還沒到7月1號 還沒有 所以包括連醫師本人都說 這是一個好新的觀念 跟好新的設計 但是醫生都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的確 他們就像剛剛那個楊醫師說的 拿到的時候是冰的 我怎麼知道牠過去 去了什麼樣的地方 我不知道 其實你剛剛舉的鮮奶的例子 對女生來說就是保養品 我不知道是一個保養品 保養品 電池啊 我每天擦在臉上的 所以對狗狗媽媽來說 疫苗也是這樣 對